答案我已經寫好了 所以最後的話就是這樣 你們切過來之後 按下它這個結果就OK了 然後按清除的話 這個資料就清掉了 大概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這個程式寫出來的話 那就簡單的 很多事情就容易多了 OK 所以 可是如果題目 但其實難度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會牽涉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要把所有的資料查完的話 其實相對比較難寫 所以如果你要寫 比較簡單的話 所以第一個我們怎麼寫這個 第一個我們 當然裡面應該內建函數沒辦法做到 所以我們如果要寫一個叫 所屬單位的SUB 那第一個的話一定是切到Visual Basic OK 那第二個step的話就是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OK 應該沒問題 第三個的話就是寫一個這個 叫做SUB 所屬單位吧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 你要寫一個什麼樣的按鈕 那你就先寫個SUB 再把按鈕做出來這樣OK了 好 那Enter一下 頭尾就出來了 接下來的話 那我們就根據我們的需求 那我們的需求怎麼樣 其實我要查的話 我們先不用查全部 我只要查得出高明明在哪個單位 如果高明明查出來之後 你再去想全部怎麼查 其實比較簡單 那你千萬不要想說 我要一次全部查完 太累了 而且太複雜了 所以我只要先找出高明明是哪個單位 這個程式可以寫得出來的話 那後面延伸就簡單 所以我要怎麼寫 第一個的話當然 寫的方法有幾個 如果說你要根據哪個範圍 因為跨工作表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將來按鈕在這裡的話 那你就必須以這個 當成是你的那個就是範圍 如果假設前面這個 你就要給工作表名稱 或工作表的第幾個的 這個給他那個鎖影值 不然的話他會出錯 那我們第一個思考方向是這樣 我們先假設切過來之後 那如果我假設 我要做比對 其實要怎麼把那個高明明 這個人把它找出來的話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實在沒有好的方法 那乾脆這樣好了 我就是把這個框框 這個表格有沒有 把它框起來 然後我就一個一個 把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跟高明明這個資料比對了 如果他假設找到的話 那我只要找到的那個欄 跟他的第一列 兩個結合在一起 取得他的第一列的 同一欄的資料的話 那就可以找到他的所屬單位了 把這個資料帶回來就OK了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邏輯吧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範圍裡面的所有的資料 全部取出來 那怎麼全部取出來 那你可以寫個這樣 for 如果這個範圍 你可以用 那個 如果是列的話 就用i好了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第幾列呢 第八列 然後enter兩下打一個next 裡面的話就放藍 藍的話就用追好了 for追 等於第幾藍呢 第一 a的話就1 然後g的話就把它轉換成應該是7吧 然後next 那這個指的就是這整個的範圍 那他就會2 21的話那就是這一個 惡劣第一欄嘛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惡劣的第二欄 第三第四 所以他會一個一個抓 那如何抓裡面的資料 其實裡面的資料就是這樣 sales id j欄 那這個的話 他就會把每一個 每一個全部跑完一輪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if 把這個資料有沒有 先抓正小名過來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高明明 那高明明在哪裡呢 或者你直接打高明明也可以啦 如果你想要直接找 他應該是放在這個儲存格 不過將來這個儲存格應該會往下 所以我們把它寫成這樣 sales 第幾列呢 第二列嘛 然後第哪一欄 a欄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跨工作表 所以這邊不用加 這邊一定要加 因為這邊指的是前一個嘛 所以你必須要在這前面打一個sheets 然後呢 我直接第幾個 第一個好了 然後點 這樣就ok了 然後呢 這個喔 特別注意喔 那你除了用1之外 其實也可以用這個啦 叫各單位人員 如果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 複製這個名稱好了 如果把這個名稱 加過來的話 可以這樣寫 雙引號兩個 然後加這個名稱也可以啦 只是說這樣寫它比較容易長一點點 所以我 我們 我放在雲端上是寫1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成那個 哪個工作號名稱的話 你就給它一個文字 然後then ok 所以然後做什麼 然後我習慣先打那個if之後呢 再endif 好 那如果這個事情為true的時候 欸 對不對 所以等於是說我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 那我就把什麼呢 它同一欄 欸 所以同一欄 同一欄的資料 那 同一欄的資料就是sales 哪一列呢 特別注意喔 一定是最上面這一列 所以 它的那個所屬單位 一定是在第一列 所以第一列 然後哪一欄呢 記得放個true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true是變數 反正找到的一定是那一欄就對了 然後呢 把它 第一列的同一欄資料 把它放哪裡呢 欸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應該也是所屬單位 所以它應該是 這個序則1裡面的 所以把前面再加一個序則1 序則1裡面的那個 同一列的第一欄的資料怎麼樣 把它複製到這個儲存格 複製的話記得喔 要把後面的資料複製到前面去的話 那其實就是直接拿這個call好了 這個call過來 有沒有 然後這個的話把它改成b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喔 同一列的 有沒有 同一欄的第一列的資料 指的是應該現在應該找到區吧 區單位 然後呢 就把那個資料幫我call回來 所以中間加個等號就可以 後面的資料就會被複製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了 欸 那就 第一階段就完成了 我應該知道我在寫什麼吧 OK 只是說這個程式有點難度了啦 如果你可以把它打得出來 那表示應該 程度算是已經有一點 OK 好 那我們來run一下喔 所以還要注意一下說 它的工作表對不對 應該沒錯啦 我們run的話記得不要切過去 切過去一定錯 然後我們如果不確定到底對不對 我可以設個中斷點 然後把它run一下 讓它在這邊先停一下 欸 應該有了 那看一下這個得到的結果 是不是我們要的呢 這個儲存格 按F8 欸 區單位OK了 所以喔 你這樣得到的結果就OK 其他 不過你會發現喔 它其實已經找到了 但是它還會繼續跑 它其實還會繼續跑 為什麼 因為我給它的範圍是 這樣子跑過來有沒有 然後繼續跑 繼續跑 跑到沒有為止 可是你說老師 那高明明只會有一個啊 不會有第二個啊 所以應該找到之後不要繼續喔 所以如果找到之後 不要再繼續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在 找到之後的下一行喔 再多寫一個敘述 就是不要再跑回圈了啦 就是喔 離開這個回圈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它就知道說 如果找到之後呢 不會有第二個 那你就打一個 也就是4啦 OK 它就離開了 不過啦 說真的 你不加其實也沒什麼差 為什麼 因為相差大概不會超過一秒鐘 可能也不會超過千分之一秒啦 為什麼 因為現在電腦跑太快了 你根本毫無感覺它就跑完了 OK 所以喔 寫完之後呢 那我們執行 應該就OK了 那你說 老師那 我只有找到高明明啊 如果要找陳曉明怎麼辦 嗯 陳曉明那應該 應該知道改哪裡吧 把這邊改成3對不對 因為它是 第A欄的第三列嘛 然後把它放哪裡 放在B欄的第三列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3就好了 OK 然後這樣執行 你會發現 陳曉明就A單位 我看一下 陳曉明是A單位 陳曉明 陳曉明找到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 這個陳曉明基本上呼之一出 所以你只要寫完這個之後有沒有 那假如說呢 你要把全部的人跑完的話 其實只要把這兩個變數 變成那個範圍 其實就OK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一段陳曉明 我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放 所以你們如果要參考的話 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五個單元 所指單位查詢